好了 感觉有点 我真的 没人 我感觉我还养不住 说实际上 我真的说实话 相亲现场 面对形象气质俱佳的漂亮阿姨 大叔直呼要不起 那阿姨又会做何打算 你俩互相介绍一下 我叫刘扎文 刘扎文 我叫刘雅琪 也姓刘扎文 一家子的 你这多少瓶啊 仅仅150 这个离江边近的 看着眼前年轻漂亮 而且是省城来的刘阿姨 还住着这么宽敞的大房子 刘叔感觉刘阿姨的来头不小 而此时刘姨却突然问起 刘叔的年龄问题 大哥 你多大年龄 我 69 69 那你58 我65年的 58 9 58 58 65年 当得知刘姨的年龄后 刘叔感觉更没有底细了 那我大你11岁 是的 那你对我这个岁数 你不介意吗 这个岁数是稍微大点 但是看各方面何的来不 看刘姨对自己似乎并不反感 于是刘叔也来了精神 将话题引向自己引以为好的工资 这啥单位退休的 我那个到长春就是做小生意的 这个生意的 那个没有退休金 你退休金多少的 我这5100 5100 1050 刘姨没有退休金 而刘叔的退休金却高达5000多元 这巨大的反差 让刘叔顿时有了一种优越感 但刘姨显然是有点太低调了 红娘见状联盟帮刘姨解释 刘姨是这样的 它相当于30年前就到长春去了 就是以前家里是做建筑入口的 然后后来又自己做生意 所以说就是养老这块 是不是不成问题 就高档经老院我也能住期 养老的钱全都预备齐 我商业保险 然后退休金的一般的人就开2000 我好像每个月就是不值2000 看来刘姨虽然没有退休金 但是这些年来财富的积累 已经让她有足够的资金 来应付退休后的日常开销 了解了刘姨的经济实力后 刘叔又问起刘姨婚姻方面的问题 你阿姨 外人就是包小活的 他又找一个小姐们结婚了 你说离婚的啊 对 一听刘姨是离婚的 刘叔显得非常介意 离婚的方式 本身就你们两人 有不少都 他后期都找婚儿把他拿走了 然后跟前夫又恢复了 听了刘叔的这个介意 刘姨当场就给他 持了一粒定信碗 你那个婚姻挺幸福的 你要是生在不幸的婚姻当中 你就知道了 就是要是离婚的时候 他都深仇大恨的 而且他都成家了 他又有孩子了 而且所有的付出 都付出在别人身上 就不可能什么了 说到自己上一段的婚姻 刘姨用深仇大恨 来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要借这个机会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吐槽一下自己的前夫 这么多年嘛 他把所有的钱 都给人家儿子说媳妇了 完了又登记结婚 又过这些年了 他对我姑娘一点都没服到 做父亲的责任 就是我多希望 他在这电视上能看到 他真都没做到一个 当父亲的 一点都没禁止禁止了 刘姨这样一番表达 其实除了是对前夫的声讨外 还想表达一个意思 那就是自己和他这辈子 都会老死不相往来 眼看刘姨把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但刘叔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随我吧 越来越素手荡了 你过个四年五年的 爸还走路 再找都不好找 那人都是在处 我那个一个女朋友 他姐啊 差二十岁呢 也一直给他送他走 所以说你有这个顾虑可以理解 完了你要是有这胆怯的心 你就别往前走 看着如此顽固的刘叔 刘姨也逐渐失去了耐性 而接下来 刘叔说出了自己真正的顾虑 原来刘叔是觉得 刘姨比自己小了足足十一岁 而且长得还漂亮有气质 他怕自己将来会养不住 听了刘叔的这个顾虑 刘姨却仿佛是受到了侮辱 这话说的特别让人接受不了 怎么养不起 都是这个年龄了 也是农村出来吃过苦 节省着过日子 到这个程度 那你说什么叫养不起 这话说的多没有理 你都没有道理 而这边刘叔也和红娘 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主要你条件好 他自己有 那你条件好 跟着摆着你 就我要道理呢 也得去听他 你摆着 那你那条件好 你我也不说听 啪就给你推出去 你要我 我要找一个条件不干我的 你说他开公司 就说他开个两千万块钱 我比他多 我说啥是啥 一听刘叔这么说 刘姨更来气了 特别不过断 完了自己还想找年轻的 我又怕这个怕那个 你没等到一起 你就他想这个 他想那怕这个怕那 像曹操 见谁都疑心了 那怎么能幸福啊 此时刘姨的心理已经明白 刘叔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男人 你看问题太片面了 很多事情不是按你的想法去发展 你就是有些个顾虑啊 总是三心二意的 就没有好结局 这俩当哥俩行 当朋友行 真的不适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天 你认为刘叔的这个顾虑 到底有没有必要 同时要是有相众留意的男士 也可以踊跃争取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挑剔大爷来相亲 百般挑剔的她 究竟遇到了啥样的阿姨 竟让她满意的无话可说 刚刚红娘给卢大爷介绍了一位韩阿姨 阿姨的长相身材样样都行 就因为一口四环素牙 让卢大爷对她拒之千里 告别了韩阿姨 红娘见天色上岛 于是临时起义 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叔这样 我们也是这么老远来给你介绍的 第二呢 是最近相中你的人也读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 大电话来 说想见见你 也正好也是吉林市的 咱就今天趁热打铁 再看一个呗 可以 看来像老伴这件事 对于卢大爷来说 那是韩信典兵 多多益山 那阿姨对此又会是啥态度呢 阿姨你好 我是原来不能哄你啊 阿姨 那个 是不是相中这个吉林市这个卢叔了 挺帅的 挺好的 这个男生 挺好的啊 要是我带叔去你家见见面方便吗 现在不方便 咱们今天天气好 咱们上公园 见一见 啊 你附近 挺好的 风景也挺不错的 毕竟是事出突然 对方的阿姨明智地把见面的地点 选在了一处公园内 严西伦 56岁 黎毅 现与儿子同住 好看 行不 行不行 这要是 你能把风挂的 他个儿挺矮的 不高啊 远远地看到卢大爷 也感觉卢大爷的个头 比自己想象中要矮了许多 颜西伦对吗 对对 颜西伦 颜仪 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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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足够的名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录音来的 录音来的 对谢谢 说跟电视里有没有区别啊 看看 就是个头矮一些 我看到好像 走行几米七字五以上 那都没有 那人挺好 人不错挺好 虽然感觉卢大爷的个头经不起推销 但卢大爷年轻的外貌 以及得体的言谈举止 依然瞬间就打动了颜阿姨的心 而卢大爷显然也是一眼就相中颜阿姨 挺好挺舒服 我喜欢小鸟依然这样的 我感觉她挺女人的 挺有女人味 原来卢大爷是喜欢这种小鸟依然 而且温柔体贴的女人 难怪她对刚才略显古板的韩阿姨 会如此的挑肥减兽 而对眼前的颜阿姨 只是大先殷勤 话也明显的多了起来 听到卢大爷每天摊黑起早 养花卖花的故事 颜阿姨脸上露出了爱慕之情 卢大爷更是趁热打铁连连进招 怎么样看着本人有什么失望的 那倒没有 没有失望的 挺帅的 挺帅的 你那个羡慕吗 我不羡慕 喝酒 我也不喝酒 麻将呢 麻将也不会 跳舞 跳舞也不跳 当得知颜阿姨不抽烟不喝酒 不跳舞也不打麻将 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这更增加了卢大爷对她的好感 接着她要用实际行动 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决心 卢大爷的一番敞亮的表态 再次征服了颜阿姨的心 挺敞亮的 这方面 挺满意的 对于我来说挺好 见实际已经成熟 卢大爷对颜阿姨说出了她最后的愿望 我最向往的是二人世界 能走 说走 咱就马上走 说完咱就马上出去玩 说起这二人世界 颜阿姨对此也是满怀期待 但是确实心有余 儿力不足 因为她的儿子儿媳下班都比较晚 每天去幼儿园接孩子 就成了她的任务 就是说和孩子接送这个 有点先接不上 我那暂时帮她先接一接 慢慢稍微大一点的 就不用我了 听了颜阿姨的情况 卢大爷当时就犯了难 但很快她就做出了决定 她就说一年半年都无所谓的事 这个都可以理解 谁下没有点事 见卢大爷如此的宽宏大量 颜阿姨当场也做出了努力和让步 咱们要走个十天半个月的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行但是没问题 一听颜阿姨能跟自己出去旅游 这下可把卢大爷乐坏了 当场就做出了暖息的表态 错到那了 废物之后 咱们就天天我去接 对不对 我心疼个老伴 好家伙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老伴都开始叫上了 颜阿姨听了 心里也是跟吃了蜜一样的甜 还行挺好的这个男生 说话了也挺文明 挺有层次的 他的性格啊 长相啊 做派啊 各方面都比较不错 都挺满意啊 都挺满意 有没有啥不满意的 太不容易的说 这么挑的一个人呢 就会终于挑不出来问题了 这个真挑不出来 没想到红娘一个临时的决定 竟成功地撮合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此时卢大爷也来了 幸知 他要现场给西安的颜阿姨 献上一份礼物 送你一颗相当爱情的花朵 这是我自己养的 来我这已经四年整 五年头了 他还有个话语 理想的爱 啊 这是终于遇到了理想的人 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爱送给他 送给他 太浪漫了 希望我们的爱能够变为现实 必须的 最后在红娘的祝福下 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老铁你说二人能不能幸福地走到最后 欢迎留言区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老铁们今天的相亲节目又开始了 57岁的女嘉宾王阿兰王大姐 毫不掩饰的要对方交出经济大权 反映了多少在婚女人的心声 61岁的男嘉宾贾秦国贾大哥要求登记 又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今天相亲节目有些热闹 喜欢这个节目的老铁请您点赞支持 咱们相亲继续 今天的王大姐和贾大哥 这两人单身多年了 找对象的心情都是迫切的 急不可待的让红娘安排见面 贾秦国 姐叫王亚兰 认识一下吧 亚兰 叫我挺亲的呢 那你看他这名字挺痛楚的 初次见面 王大姐给贾大哥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既然是有意思 那当然就得按老母亲的嘱托行事了 咱这贾大哥还真是孝子一个 不仅在平时耐心照顾93岁的老母亲 61岁了在找对象 还要认真听取老母亲的指导 不是说人老成亲吗 这还是真的 老铁们听听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老人 对于相亲的态度 就是跟人对象呢 和说的好话 老母亲的意见自然要听 那贾大哥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呢 人品吧 就是以成家为目的 怀着找老伴成家的心思 贾大哥见到王大姐之后 是什么印象呢 相当不错了 他具备小鸟一人 小小玲珑 这是我也多年愿望 不要找太高大 见面了第一缘分游了 就好好的聊了 差不多凑合过呗 你看贾大哥对王大姐越看越喜欢 王大姐也是满面微笑 红娘一看这俩人有戏 赶忙催促两人坐下 开始正式相亲 老姐们请您注意 贾大哥对王大姐的称呼 那可是苏玛到位了 老姐您看 王大姐张口结舌 欲言又止 面部表情抽搐扭曲难受至极 贾大哥赶紧给王大姐找话啥 贾大哥几句话 就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 非常感谢红娘给他牵线 帮他找到了等待他的那个人 那么王大姐在这里默播滋生 行为到底是咋讲的呢 这是还得他自己说 这不得经相处吗 再说 那这现在 那得说 那我的要求你能够达到 你跟谁想你说吗 我需要你把你工资都给我 在我家待着 我安排生活 王大姐一开口就要工资卡 这出乎预料的要求 一下就把贾大哥 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处境 看来贾大哥 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临时成立的贾是王氏 两家未来家庭经济论坛 拉开了你挣我夺工资卡的 全方位讨论 这块呢 我的想法是咋的 对 你就说你想法 工资卡在我这 咱们一个月需要多少钟 我全管 我说全管 包括什么小区这个物业 什么卫生费 就所有开销随便 那我得给你身手要钱花 不用啊 要什么钱花 月初就给你 不行 我找到哪 那就是非常得宠着我 对我非常好 王大姐看到贾大哥不可就范 捂住口袋把工资卡 报得紧紧的 心想工资卡 我也不和你去争啊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现在当时是男人对你真不真心 就拿钱是 那说我爱你 我喜欢你 那爱你 那怕我从来不停 那都骗人的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这个王大姐 经历了前段不幸福的婚姻 到现在依然生活在过去阴影当中 非常遗憾 没有得到真爱 前夫对他的态度 造成他对男人的偏见 在感情和金钱的天秤上 始终压着一吨重的偏见法马 照此想法 哪有感情可言 即便是婚姻都成了一种交易 那么既然是交易 用金钱衡量 就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王大姐是吃准了贾大哥 在房子面前有短板 现在也拿房子来说是 你以前有楼房 有别说我都不要 这个房我还想卖 我还想买个好房子 因为我这条件非常好 但你工资都给我 可以经过我之位 我安个家里吃喝 王大姐嫌摆完了自己的优势 还是没忘了工作卡的问题 这回王大姐是咬定工资不松口了 王大姐不仅仅是热衷于 对工资卡的管控 对夫妻吃减钱的问题 也有着独到的见解 说到底还是家庭经济控制权的问题 从相亲节目开始 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对对方牵着鼻子走的贾大哥 此时提出了一个婚姻的关键问题 给正在大力宣扬公资卡重要性 经济定位和感情基础的王大姐 猛不定来了一个杀手简 王大姐一心想要工资卡 贾大哥说交了卡必须要登记 可是王大姐又不同意 两人的需求都没有得到 两人相亲失败 老铁们您说 钱真的是检验男人真情的标准吗 老年人在婚不登记合适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下期故事再见 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半 没有任何对不起他 他这样子弄 他就是心里觉得舒服 觉得我亏欠他 但是我们是两项情愿的 就这样子 那他这样子要搞错 你们拍好了 没事情 加你微信 如果不加你微信 就是到他单位里面 到我们这里来吵 看完一直都 你会打电话给你 我都不接他要打电话给我的呀 叫他小姐妹 叫他四位接电话 这是咋了 世界变得这么疯狂了吗 男人啥时候变得这么抢手了 这位貌比潘安的帅哥 小陈32岁 视频中的你一号 小丁比帅哥大几岁 具体大几岁 咱也不知道 两人这是分手后 女主角要求复合 不是疯狂打电话 就是加微信啥的 这具体是咋回事呢 大家继续看 按摩店里面 那是一个女的 在一起两年 然后 然后他就后来又看到我 然后他去追 他就来在我家 给我手机装了定位 所以到一起两年之后 那我是大概在 大半年的时候 那我觉得他有感情了 是不是你先追着他 他是不同意的 很自然的 我们很自然的 不是很自然的 你打了五多次了 都会玩 你来解决一下 去解决一下 解决完之后 你愿意跟我 跟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愿意跟我怎么样 我都是要这么样 直接求着你 原来这男女主角 俩人相识在祖谕店里 男主角起初是有对象的 后来遇到了小丁 从而被他那盛世容颜深深的迷住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死皮赖脸 一翻神操作 最后终于把心目中的女神给拿下 俩人刚在一起之后 这女神总是爱耍点小脾气啥的 动不动就给小陈甩脸子 不是打着什么 小伙为了能彻底孵化女神的心 也是百般忍耐 这行业做作 不要不要做这个 他不听嘛 你有什么工作 我自己开店的 开什么店 我开养生馆 养生馆 认为他这个工作不好 对 那你觉得这个 他开养生馆这个工作好不好的 就是跟男人打架到这个 听良心讲 是个男人认为这个工作好不好的 他提过吗 提过的呀 提过 提过的话 但是他也没钱呀 他又 我的负担 我的生活开始 他又不会给钱给我 要发微信的 那些聊天记录很入骨的 带他回来之后呢 我就让他不要做这个了 不要开了 那后来他不愿意 不愿意呢 继续开展 那我就想断了 就是一直 因为这个原因想断 就是讲话聊天当中 有些比较出国 出隔的 我微信都放在那里 他也可以 有没有 我问你有没有 没有什么的 也有死怕 跟开背 开背 金油开背 但是有仪器 有仪器的话 也是用做背 年后的时候 因为打算要一个 捕宝宝的 怎么知道 你娘就想好了 你等于他换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不知道呀 他要换工作了 然后我们是 他不肯 没有啊 不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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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他这个工作 如果是你换了以后 你看看他这个性格 我之前是很让着他的 他说什么 我是很忍耐了 我不知道在楼下睡了多少次了 他就是一吵架 让我要赶我走 我怎么讲道理都不听的 小陈表示 虽然小丁性格比较强势 但是他都能忍 最忍不了的就是小丁的工作 因为是足异点 男顾客比较多 又是微信聊天啥的 于是提出来让他换个工作 而小丁不同意 这才提出了分手 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做朋友 就没有意思 既然我们是做朋友 但是我们又夸夸朋友这样子 还能睡在一起是不是 那我要是跟你再睡在一起的话 你又不能给我一点点承诺 把他送回去 送回去之后他不给我走了 你们说什么都没用 他就是这样的想法 你就不要跟我这么亲密 你既然 我们可以做朋友 谁叫我去的 我不去这个电话 你们也开了 那我叫你睡吗 你没事的睡 睡习惯了之后 你告诉我吗 如果说你没有 他根本不会 说我这种话 这俩真是周虑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安 这俩人也是没发说 你俩找断思连的 算个啥 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的 这小陈也是没有定性 你既然打算分手 电话就别接 就别去找他 不过我也得说小丁两句 这女人还是要自重一点 你自己不自重 别人更不会尊重你 老铁们说是不是 不仅如此 小丁还向调解员展示 说他俩在一起之后 都是他花钱养的小陈 吃喝拉撒都是他拿钱 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我住两年的时候 房租 水 电池 什么东西都是我的 他又没掏钱 是呀我愿意啊 我愿意的时候 那男人他也该出呀 该出点 他什么都不会出 地上面我都有展上的 要不要看一下 没有我啊 毕业一看他 还是我没有钱给他的 没有钱给他的呢 从二年五月份 二年有钱给他的 这些是不是 他转变你的钱的记录 一辰 你讲了他这么不好 也用你的钱 那你为什么还在一起呢 久了呀 在一起久了呀 久了 久了什么意思呢 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呀 有感情了 对 全部是说清楚了 就是到这里为止 你还要 跟着我儿子 加你微信 如果不加你微信 就是到他单位里面 到我们这里来操 以前不重要 以前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在二月份为止 我知道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叽叽巴巴的 事情很多 这小丁也真是 都分手了 你至于吗 难道这世上没男人了吗 你一个女的不是电话骚扰 就是让姐妹轰炸她的 还跑人家里来到 这属实有点过分 这也不像三十多岁人 能做出的事情 好大习惯了 他们两个人就吵吵闹了 所以呢 他呢也感觉到就是 他呢也主动地向你 儿子来求和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吧 吵架了吗 习惯了吗 对不对 谁主动 谁给个台阶下 都很正常 第二 你儿子也不是小了 是吧 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强迫他 不可能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对对 那么他果然是有责任 但是你儿子来都没责任吗 儿子也责任了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能说一个人的事情啊 都是两个成年人 他们做出的所有的事情 他们都应该各自承担自己 应该承担的责任 包括你刚才讲的 前两天还在两人在一起 你俩都搞得这么僵了 可能你还在蒙在鼓里 但是你儿子很清楚啊 小姐员表示 小丁虽然有过错 不应该来家里闹 但是小陈也是没点毅力的人 这哥们也是真会玩 用小丁的话来说 你这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我这算什么 你拿我当什么了 因为我们 我昨天是下定居 不可能联系的 然后呢 我是有给他转16000的 我给他转了16000 然后但是他 他今天戏了我 我先说了 说了说了你看啊 16000 16000我说了 看到没有啊 他那后来给我拉黑了 0.18000我就发过他 这钱我先说着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因为他 现在下定居 现在不跟他来 现在为什么要打钱给他呢 好过一点嘛 但是他根本不值得呀 我并不差1万6000 那么说到底你是 那你说内心话 好过一点就好 你说内心话 你不要说内心话 在表面上 我是这个两个人说 算了 算了 那我一打给他1万6000 从内心上讲 你是放不下 内心放不下 我想嘛 钱去了之后 那心里没这么难受吗 钱痛了 心就不痛了嘛 我是这样想的嘛 是吧 让七分的钱 那我心里就好过 你这个 你这种做法 不符合逻辑的 不符合逻辑的 对不对 你是不符合逻辑的 正常人的逻辑 你已经说好了 人家如果是真的我要断了 我是千万百 叫对方去拿了钱回来 你反过来 你还给钱倒计钱 况且陈婆 现在也必不需要 1万6000块钱用 是不是 我家里 我家里没有 我家里1万6000块钱用 我还给你 你还想怎么样 你是不是把自己开扁了 是不是把自己开扁了 最后在调解员的一番宣解下 俩人同意彻底分手 不过就在昨天 小丁给小陈转了1万6000 转钱的目的 咱也不知道 小丁自己说 是想通过钱来挽回小陈 关键一点 小陈把这钱还收了 这俩大院总 也真是没谁了 还有一天 就是1万7000 他知道的 这1万7000块钱 你手一下 手机很累的 咱也搞不懂 这大姐到底啥操作 最后通过调解员的调解 把钱推给她 俩人就此打住 护山微信 护山电话 这真是林子大了 啥鸟都有 希望小陈和小丁 俩人也能言出必行 不要出而犯啊 俩人各自追求 自己希望的爱情 你要两千多块钱 没房子 我还想溜达玩 别管我啥也没有 我也不觉得压力大 我不是压力大 是心大 这个大妈真奇葩 一心想找个有钱老头 陪自己到处溜达玩 养着自己 还得给自己儿子送套房 阿姨你回家不照镜子的吗 今天的初音阿姨 57岁 每月退休金2400元 无住房 每个月的退休金 交完房租 剩下的都用来导致自己了 大妈说了 要用自己美丽的外表 给自己找个理想的归宿 上回跟人相亲大眼 上来就题材理行 结果把人老头给吓跑了 关于上次的相亲失败 大妈总结了下经验 那不是钱要多了 一定是衣服没选好 才没把老头给整迷惑 于是这次大妈打算 把自己打扮成花蝴蝶 飞进小老头的暖心窝 但是红娘担心 这次又吓跑小老头 于是就直言相劝大妈 但是就是说 你现在咋想的 我现在是想的是 主要他对我好 这边大妈正在发誓 这回保准不吭老头了 那边追求者电话打来了 嗯 他追我 嗯 他 我比他大三岁 嗯 那你为啥不同意呢 阿姨 你这算是脚踏两条船吧 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来相亲还替自己背个备胎 那边电话一个接一个 在红娘的要求下 阿姨接通了电话 相信是阿姨家人 哈哈哈哈 不要假 看这情况 君哥对阿姨那是真爱呀 但是君哥没房子 他可不是阿姨真爱 得找个稳定的小老头 发家致富才行 今天的李大爷又16岁 开了一家五金店 月收入8000到1000 有住房 这经济实力绝对能满足阿姨 阿姨你可把握住了 大爷为了照顾生意 直接搬到店里住了 李大爷很会做生意 把店打理的风生水起 今年又在同一条街上 买了三家门市 日子越过越好 就想着给自己找个老板娘 看这出大妈的脸色 还有皱成一坨的老脸 跟李大爷借你钱似的 不然你就一直乐 嗯 你这开心呢 开心 为啥开心呢 哎呀高兴了 看红娘带人来了 李大爷笑得何不拢嘴 大妈一看 这老头对自己挺满意 于是赶紧表现表现 可没想到 大爷根本不好 我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大家和我们姐们 在一起玩一玩 大爷说自己就想一心搞钱 阿姨想这可太好了 我俩这么互补 简直就是绝配呀 以后你挣钱我花钱 一定和你完美配合 这边大爷已经 规划起了俩人的未来 他身体要好 干了一年二年的 挣钱我也不要 他没房子以后 给他买套房 这里大爷是真不错 赚的钱一分不要 还打算给大妈买套房 大妈呢 人家只想拿钱出去溜达 你还想让人干 没有 除了溜达 溜达没有时间 行到这话 大爷心想 我这屋里是暗点 但也不至于 让你白日做梦啊 我是自己不会花钱 不可能 你要两千多钱 没房子 花钱溜达玩 还咱们接回去 就你这没习没废的 大叔都替你忧愁 总想着靠吸引乡亲老头 一夜暴富 就这岁数这样冒 瞎老头可不好找 咱别做梦了好吗 连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我看阿姨不是没有压力 只是不想承担这些压力 找一又瞎又多金的老头 直接把这压力给他不就行了 阿姨你对儿子未经婚 或者是自己没有房子 你没有啥压力吗 没有 阿姨呢 我说大妈 你这不是心大 你这是没有心 继续做你的白日梦吧 今天的乡亲已失败告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老铁门评论区留言 咱下期间 你要是能过出十一万 十一万块钱 我就能把他老卖了 我也理解了 大姐这是 自身条件挺够像 要求倒是挺狂了 张口就要十多万 气得大哥 宁可孤独中老 也不想再找 今天来乡亲的是李大哥 大哥58岁 每年收入五到十万元 是个包工头子 别瞅大哥体型瘦 人家挣钱可不少呢 一天我挣五千 你这怎么一天赚的 五千 一天我挣五千 一个要挣十五万 大哥的实力挺硬啊 绝对是小老太太们的男神 只要你有钱 他们就有演员 那赶紧说说 被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吧 我 我有学生干啥 我不是说干啥 没有 大哥倒是不挑食 是个女的就行 于是红娘找到了 同样要求简单的汪大姐 大姐五十三岁 丧好 自己没有住房 有个女儿现已离婚 目前娘俩出房住在一起 对于再找伴侣 大姐也是简单明了 一点好 性格好一些好一点 只能真热啊 我的这个呢 没啥要求 就这点要求 一点也不过分 你看找对象简单点多好 至少还好找啊 这不那边的大哥 已经到楼下了 红娘也是赶紧 下楼去迎接 首次见面 俩人演员都还不错 今天女儿真不错 你还行 你还行 不实在 既然感觉还可以 那就赶紧坐下唠唠呗呗 大姐也是直奔主题 问起了大哥工作情况呢 大姐心想啊 这爷们好啊 跟了包工头 不仅持穿不丑 整好了还能实现 一年买车 两年买房的小目标啊 那你赶紧说说 对我有啥要求吧 对他好好 手乳 做饭 手乳 就是一步 就可以了 但是你说西医生的手脚 太不是事了 家里人过这日子 过得乐乐呵呵的 别吵别闹了 把我手感觉立成 我就有点放下 就是因为手 其实挺好的 对他 你这个观点我非常高 大哥的这点要求 对于大姐来说 那就是厕所里醒鼻涕 手拿把掐的是 此时大哥对大姐的好感度 那是直线拉伸 于是就问大姐 老妹啊 坑哥搞对象 你有啥的要求没 我买了老宝宝 那老宝宝是在我身上 是交二十一万 二十一万我最有点 你要是能够出十一万 十一万块钱 我就能把他老宝买了 然后咱俩就 去过日子了是不是 大姐啊 你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然容易胡思乱想 开口就要十几万 严重扰了二手 婚线市场啊 再者说了 你是来找老伴 还是来找老宝啊 你看看把人家大哥 气得都要骂娘了 谁能保证 你谁能保证 你三年五千你都 年八年你都 你能够保证 一看大哥不累了 大姐只能退而求其次 要是拿十几万有困难 不要紧啊 这都可以商量 实在不行 做个分期付款也行 或者是你要不了 这个三万块钱 你一个月给我 两千块钱存起来 你也存两千 对 出于风云呢 这也不是公司 知道我是两口子 那个是得平存钱 但是你这个条件 太可恶了 不把你弄 大哥啊 咋还撂起挑子 不谈了 非得让人家提条件 提了条件吧 你还不乐意了 刚才是谁扯着嗓子 喊自己一天正五千 一夜正十五万呀 到了检验你的时候 你却分文不想掏 合着你就是直铁功绩啊 相亲的最后 在红娘的劝导下 大姐也放弃了 每月两千块钱的条件 但人家大哥还是不同意呢 在楼上问了大姐啊 大姐说你 这个情绪太激动了 因为她觉得 这位动力就想着来 她就是动机 那大哥你就去找 对你没动机没想法的呗 要说大姐你也是 有些是直接应来可不行 只有先付出真感情 才能水到渠成呀 好了 本次相亲到此结束 老铁们别忘了 点赞加关注哟 我去年我就拿出十五万旅游 前年我又拿出了五万 花了我再求 你带这钱 你带一兜钱 给他求咋呀 待会玩吃饭嘛 你看 我这一说一就一说二点 从来 扩起大妈来相亲 上来就掏出一万块钱险金 说要请老头吃饭 当场就把大爷给震慑住 我那时候做的像 碰出这样的 就是寥寥无几 都重视钱的 占本是99.9 重视钱的 就像她这不重钱的 寥寥无几 一万个都挑不出一个来 赞大妈方明73 迷的老头往地上摊 每月老薄两千五 实力高到没有谱 别看大妈的身材 风韧圆满 一聊起化妆打扮 她立刻就精神饱满 这小耳环 我看你妈丢了一个吧 这个又丢一个 我来我看看啊 别说这小耳环了 哎呦我这指甲油 你这个我跟你说阿姨 你这个不是自己的家抹的 还是去美甲店做的呢 像我们那种的是吗 自己去美甲店做的 对 花言影图指教 迷的老头执犯当 要说起大妈前半辈子的婚姻 那也可谓是黄年顿苦瓜 真真苦到家 正所谓男人兜里有点钱 腰部以下不会嫌 大妈的前夫 正是一个喜欢沾花惹草的主儿 姑娘那时候十岁 人家来人吧 说这那个 孙岸家那个上班的 跟她姑娘 她姑娘怀孕了嘛 我说你要不离婚 你家那个老头上单位 就开除她 要我姑娘跳起来 你就得偿命 我现在才我 我两个孩子 一姑娘一儿 还是商店领的啊 俩十大天的房子能走 我说你有能力给她领走 男人真有味 撒谎不惭愧 公司天天加班 家务从来不沾 手机回家酒关 短信看完酒山 内裤经常反穿 睡觉倒床酒瘫 如果你家的死鬼 也有这几个症状 不用多说 和她离婚就对了 而在结束完那段 屈辱的婚姻后 大妈也终于如同 那脱缰的宝马一般 开始尽情地享受起了生活 去年我就拿出十五万旅游 今天我 我昨天 前天我又拿出了五万 我说我去那啥 那五万没事 我这理由 花了我再求 这都是出去玩的时候 照的 还有她的七成百娜 大姐好 是你很年轻的时候了 到去年 都是去年 这也是去年 是 去年不敢 见上那老头吗 心子跟拿钱 给她玩着 就这么照 与其馒头就咸菜 不如找个富婆爱 小正一提 拦博基尼 东方一路 倒车入库 就大妈这实力 月老不给她配个高富帅 都得直接被拉取枪笔 那么话又说回来 大妈到底想要找个啥样的 要就不找 找一个她喜欢我 找的东西 那这还不简单 小红娘立刻出击 最终找到了 本期的第一位男嘉宾邹大人 并活缩安排了二人见面 不接电话 在这卖单 我没听到 在这卖什么单的 阿姨都到了 哪呢 那个 蓝莓本的那个 好看 好看 漂亮 美帝惊人 亮的勾魂 大妈一嘴的烈眼红唇 你的老头直呼漂亮绝伦 但是咱该说不说 这两人站一起 感觉都差倍 中间隔着的都 不能叫带勾 分明是一座太平洋 果不其然 大妈只是瞅了大爷爷 就很不满意的 转头就走 我坐一会儿 我坐一会儿 长相 对头都不行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人 帅挑人啊 你不是说人好吗 要就不找 找一个她喜欢我 啥都行 我挑长得好的 我都说我不给 不给好汉 你不给他赖汉 当主动 什么都听过的 我也不要 还没等大爷张口 大妈就直言 对方长得叫丑 自己不求未来老伴帅到大地颤抖 但最少也得在亲戚朋友面前拿得出手 都说小仙女们有四大希望 那就是家里有个做饭的 同时有个好看的 身边有个饭间的 远方有个想念的 和小仙女们一对比 大妈的要求实属一点不过分 而在听完大妈的阐述之后 小红娘也是快马嘉宾 很快就找到了本期的第二位男嘉宾张大爷 张大爷今年71丧欧 便年技术有一手 住房面积四十平找到老婆就算赢 仅仅只是瞅了大爷一眼 大妈就感觉是树上喜鹊脚扎杖 好事临头了 大爷没相中没关系 用枯草来比喻大妈可就过分了哈 不过俗话说的好 少看美女多看爆 身体好到嗷嗷叫 虽然大爷没相中大妈的长相 但既然来相中大妈的长相 那就免为其难再继续捞个五块钱的 你属啥的 属猪呀 属猪的啊 属猪的是七十几了 那我比他小两岁呢 对 但是你长得不像啊 我比他还小两岁呢 本来女的就不看老婆 我看我对没有 我没想到他 我不跟你单独了 先单独了 一瞅就像七十多岁一样 我本身我长得再年轻点 完了我还比他小呢 大妈也不少 见到自己被大爷嫌弃是老马 自然也不能继续再装笼作样 于是当即就从手提包中 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考 上面的出生日期 直接就将小红娘的认知正况 你到底哪年的呀 我就说四十年了 嗯 你到底是哪年的 你因为这事堵着气 五九年 我就说你长得不像七十三嘛 十二岁 你知道女人十二岁 你知道是差多大的一个概念吗 没那么严重 我那些小伙子 我差十二岁 他我比他大弄 他愿意 我就看那种这些的 那我都不 我还不敢 他比你小 有五十多捐你的呀 啊 别人要给你电话 你问他 视窗别装门 视眼别装纯 大妈你这一波 纯纯属于是小熊猫点外卖 孙到家了 哪有人相亲一上来就谎报年龄 而在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 小红娘立刻就将其转告给了张大爷 五九年岁 你有小十岁呢 本来大爷就嫌弃七十多岁的大妈长得老 这下可好 大爷更觉得大妈长得太过着急 一旁的大妈见此情形 也是索性不装 她是富婆 她摊牌了 我去年旅游拿十五万 去年又拿十五千 你带这钱 你带这钱 你带一兜钱 给了啥呀 大伙玩吃饭嘛 你看 没有啊 我这一说一就一说二点 你给富婆当王 富婆带你入祖谱 一看到大妈随随便便就能掏出一万块钱现金 大爷当场就不断定了 此时的大妈已经不是大妈 而是人见人爱的一朵花 现在别说大妈长得老 就算是长得像炉油脚 大爷的赞美之词 也照样是一句不会少 她是好女人 咱得这么说 而且还有能力 她一直当领导 人体还是不错的 别的条件我全满意 你讲话的闪亮 完了那个是实在 大方 不重视那个金钱 这些我都挺感兴趣的 就是业农场 为时间谁最坦荡 只叫大爷当人不让 即使已经被大妈的十利迷得五名三道 大爷依旧过不了长相那一关 不过这也不要紧 饿了就去干饭 闲了就去灌蛋 没看上大妈 那就留个电话先聊聊看 节目最后 二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至于最终能不能修成正我 那就要看他们的缘分到不到位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小编的解说 那就动动发财的小手 点点关注点点赞